清朝年间 南方一个繁华的小镇上 有一大群人围在一起 看着墙上一张悬赏一千两的告示 指指点点 议论纷纷 诺终一事 他们讨论的焦点 是镇上首富李镇山 和他重病的妻子 还有他张贴的悬赏告示 有人惊呼道 天哪 悬赏已经从五十两长到了一千两 看来李渊外真的很疼爱他的夫人 不过也说明他真有钱 他本在刘府做仆人 还要照顾盲眼的娘 积一顿宝一顿 过得还不如乞丐 好像遇到了什么神仙 得到了聚宝盆财报复的 又有人叹道 万般皆是命 半点不由人 我怎么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呢 不过这里原外自从有钱之后 整个人都变了 他本来心地善良 可是现在变了 大家好 这里是观山太宝 我是主播于连州 如果喜欢我们的故事 那就订阅我们吧 他把街上的很多商户都逼走了 他都这么有钱了 可是他还不知足 还要趁机抬高物价 弄得我们生活负担变重了许多 另外一个人说 要我说不是因为他得到了什么聚宝盆 而是取了原来镇上首富 刘继组的妹妹刘慧芬 可是李震山竟然把他大哥的生意都抢走了 让刘继组变得一贫如洗 看来他是个忘恩负义 不顾亲情的人 辉芬这个当妹妹的怎能不伤心难过 寝食难安 恐怕这才是他生病的真正原因 正当大家议论纷纷的时候 忽然一个衣衫褛褛的乞丐走了过来 因为他身上的味道 大家纷纷闪开 乞丐顺利地来到告示前 扯下了告示 直奔李府 不过被仆人拦住了 我是来给李夫人治病的 你们拦着我做什么 还不让我进去 耽误了他的病情 你们可吃醉不起啊 乞丐举起手中的告示 让仆人带他进去 李震山见到乞丐 震惊异常 拱手行礼道 老人家 你终于来了 这些年你都去哪里了啊 请你舅舅我夫人吧 乞丐笑着说 你现在家财万贯 难道找不到一个郎中 替你娘子治病 到了要张贴告示悬赏的地步 再说了 你干嘛在乎他呢 再娶一个年轻漂亮的呗 李震山连忙说道 老人家 常言道 贫贱之交不可望 遭康之妻不下堂 没有汇分 哪有我的今天 我怎么能做背信弃义 薄情寡义的人呢 看来你还有救 不 是你娘子还有救 说吧 几年没见 你娘子现在是什么情况 为什么就病倒了呢 乞丐接过李震山 递过来的一杯茶 喝了一口 然后问道 李震山含泪说道 老人家 自从我有了聚宝盆后 灰芬再也没笑过了 整天愁眉紧锁 郁郁寡欢 过病在床 还请你救救他啊 你说什么我都会答应的 乞丐问道 那你知道他为什么 郁郁寡欢吗 李震山连忙说道 他怪我让他哥哥变得一贫如洗 怪我只知道赚钱 没时间陪他 可是我不努力 怎么能实现大富大贵的愿望 老人家 还请你赶紧救救我娘子吧 我还要出去谈收购良田的事情呢 哎 你变了 和我当初认识的李震山 完全不一样了 唯一没有变的 可能只剩下你还挂念你娘子的病情 要让我救他不是不行 但你要听我的 李震山让乞丐尽管说 乞丐说把你的聚宝盆拿出来 砸了 老人家 万万不可啊 没有聚宝盆 我会变得一贫如洗的 到时候 我怎么让慧芬 还有我娘过上幸福的生活 我真的不想回到从前的光景了 那种日子没法过啊 李震山连忙摇头回答道 乞丐说 你刚才不是说 我说什么你都会答应吗 既然如此 我走了 你去买良田去吧 你娘子恐怕撑不到三天了 那行 我保证在三天之内 完成收购良田迁请的事情 还请你务必在我府上住三天 到时候 我一定听你的 这样总可以吧 话音刚落 丫鬟扶着李震山的母亲崔氏走了过来 她怒道 好你这个没良心的 张口闭口都是钱 你掉进前眼里了吗 要不是慧芬 我的眼睛能好起来吗 要不是慧芬 你能有今天 现在她病成这个样子了 你还让她等三天 万一出现什么意外呢 你要是不答应老人家的要求 以后别认我这个娘了 小翠帮我收拾收拾 我们带慧芬去我原来的破屋里去 我就当没这个儿子了 李震山连忙拦住崔氏说道 娘 我错了 我听你的还不行吗 我去拿聚宝盆 说完李震山跑进屋里 取出了聚宝盆 来到会客厅 他缓缓地举起了聚宝盆 又缓缓地放下了聚宝盆 乞丐看了看李震山 崔氏瞪着李震山 让他赶紧摔 李震山再次举起 让他又挨又恨的聚宝盆 原来在三年前 李震山家徒四壁 和体弱多病 并且眼盲的崔氏相依为命 他在镇上的首富刘继祖家做仆人 他为人苛刻 经常挑毛病苛扣丫鬟仆人 掌柜伙计的工钱 李震山辛辛苦苦 任劳任怨挣得工钱 除去给母亲买药后 每天鸡一顿饱一顿的 不过李震山是个孝子 他宁愿自己饿着 也尽量让母亲吃饱 刘继祖虽然苛刻 可是对他唯一的妹妹 刘慧芬十分疼爱 怎奈刘慧芬虽然五官清秀 体态恶膜 但他脸上就有一块黑色的印记 看着让人有些害怕 没人愿意陪他玩和说话 刘继祖除外 可是他要打理偌大的家业 没空陪惠芬 所以他经常独自一人 躲在没人的角落暗暗掉泪 有一次竟然去河边响轻声 被李震山拦住 李震山十分同情他的遭遇 觉得他和自己同病相连 李震山安慰惠芬 小姐 你看我每天累死累活 连饭都吃不饱 你一出生就是富贵人家 有什么好难过的 而且你心地善良 这样的人才是最美的 从那以后 惠芬的脸上 开始有了久违的笑容 刘继祖也开始操心妹妹的婚事 普通人家他怕妹妹嫁过去吃苦 门当户对的没人愿意取惠芬 不过惠芬并不在意这些 因为他的心里已经有了李震山 但是李震山觉得自己很穷 配不上惠芬 不想惠芬跟着他吃苦受累 挨饿受穷 惠芬也陷入了两难境地 那天刘继祖正在街上 寻查他家的店铺 一边走 还一边烦恼惠芬的婚事 突然和一个乞丐撞了个满怀 乞丐被摔倒在地 刘继祖怒道 你走路没长眼吗 是你自己低着头走路 没看到我 还怨我 你把我撞倒了 要赔钱 乞丐理直气壮地说完 一把抓住刘继祖的腿 似乎不让他走 刘继祖见乞丐衣衫蓝绿 味道难闻 都不想对他动手 不过他见旁边就是他的米铺 连忙喊出来两个伙计 让他们狠狠地揍乞丐 乞丐被打得嗷嗷叫 可是就是不松手 正在此时 辉芬走了过来 连忙喝止住两个伙计 不仅如此 他还扶起乞丐 大哥 你怎么能这样对付一个老人家呢 你看他都被打得鼻青脸肿 伤痕累累了 你要是再这样 我就不认你这个大哥了 刘继祖见妹妹这么一说 只好说以后不会了 然后扬长而去 不过惠芬并没有走 他扶着乞丐去了医馆 在去医馆的路上 他遇到刚领了工钱 去医馆给母亲买药的李震山 李震山跟惠芬一起照顾乞丐 不仅如此 李震山还带着乞丐回家 让他洗了澡 换了干净的衣服 崔氏得知乞丐的遭遇后 让李震山拿着他剩的不多的工钱 买了大米和菜 让乞丐吃了顿饱饭 乞丐吃完之后忽然说道 震山,你的面相好奇怪 把你的手拿出来让我看看 李震山将手伸了过去 乞丐突然站了起来 将李震山拉到一边 小声地对他说道 震山,我看你是富贵命 不出三年整条街都是你的了 不过奇怪的是 你应该活不过三天 老人家,你别拿我开心了 我现在三餐不饱 还能拥有整条街 我身强体壮 年纪轻轻 怎么活不过三天呢 不和你说了 我还要去刘家干活 挣钱孝敬我娘呢 李震山转身要走 岂该拉住他说 震山,我见你是个孝子 又帮过我 我才告诉你的 你看看你的手臂上 是不是多了三条红色的印记 过一天少一条 三条消失 你命休矣 李震山忍不住看看 果然手臂上凭空多了三条红色的印记 不过他没有多想 还是赶往刘府 因为去迟了 又要被客扣工钱 乞丐看着他的背影不住地摇头和叹气 到了第二天 李震山发现手臂上的红色印记少了一条 他开始有些怀疑 于是抽空去了趟医馆 毕竟他不仅担心自己的身体 更担心他有个三长两短 母亲谁来供养 可是大夫说他身体没问题 李震山放心离开 又过了一天 他发现印记又少了一条 这下他开始慌了 万一乞丐说都是真的 岂不是他只有一天的生命 惠丰见李震山心神不宁 魂不守舍 便追问李震山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李震山没有隐瞒说出了实情 惠丰比李震山更加惊慌 惠丰说道 震山哥 有些事情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 你的印记确实少了两条 还不赶紧去找乞丐问问 有什么破解之法 不仅如此 惠丰还去帮李震山去跟哥哥告假 然后和李震山分头去找乞丐 可是找遍了整个阵都不见乞丐的踪迹 善良的惠丰急的哭了起来 李震山十分感动 本来还不完全相信乞丐的他 彻底慌了 他跌跌撞撞的回家 希望陪母亲过最后一天 可是他竟然发现乞丐在他家里陪催事聊天 李震山一把拉住乞丐 带着他到后院没人的地方 还没等他开口 乞丐说道 这下相信我了 好在还有一个晚上的时间 过了今晚 你就彻底没救了 老人家请你救救我 不是我怕死 我是怕我走之后 我娘没人照顾啊 李震山跪倒恳求 老乞丐在他耳边说了几句话 就忽然消失不见了 震山哥 你找到乞丐了吗 这可怎么办啊 呜呜呜 惠芬冲进屋里 问崔氏李震山在不在家里 崔氏说李震山去了厨房 惠芬来到厨房 着急地哭了起来 珊儿 你把惠芬怎么了 多好的姑娘啊 不嫌弃我们穷 经常来帮我们 你怎么把她惹哭了呢 娘 我没有惹惠芬 她在来的路上 看到一只流浪猫死了 她心里很难过 李震山不想让母亲担心 赶紧解释道 惠芬真是个好姑娘 崔氏在堂屋嘟囔了一句 娘 我和惠芬出去一趟 过会儿就回来 李震山说完 带着惠芬离开了家 来到一个没人的地方 李震山说道 小姐 谢谢你的关心 我找到乞丐了 她让我准备一些吃的 晚上去后山上 说会遇到两个神仙对弈 如果他们吃了我的食物 我就有救了 所以我去厨房准备煮番薯 我家也只有这些了 震山哥 我跟你说了好多遍了 别人叫我小姐 你叫我惠芬 你别管了 我回去帮你做些糕点 只是晚上我不方便出门 不能陪你了 你千万注意安全 李震山觉得心里暖暖的 她经常想自己 不知道哪辈子修来的福气 能够遇到惠芬这么善解人意 而且善良的姑娘 她挠了挠头说道 惠芬 辛苦你了 二人一边走 一边聊 很快来到镇上的糕点店 那个糕点店是惠芬家里开的 她去了后厨亲手做了色香味俱全的糕点 分成两份 一份让李震山拿回家给崔氏吃 一份让她晚上带着上山去 然后才回了家 晚上 李震山伺候母亲躺下睡着后 悄悄地上了山 满月升起 夜外一片宁静 随着荧雾般的月光洒在大地上 李震山没有心情欣赏美景 她的内心五味杂沉 她果然发现有两个仙翁 在月下聚精会神的对异 李震山打开糕点的盒子 悄悄地将糕点放在石桌上 躲进了草丛里 眼巴巴地看着他们 希望仙翁能吃他带来的糕点 两个仙翁都看着棋盘 他们在拿棋子的时候 手伸进了糕点的盒子 都愣了一下 以为是对方带的 一边下棋 一边吃着糕点 还说味道不错 不多时 糕点被吃的精光 李震山激动不已 由于蹲得太久 脚一滑发出声响 左边的仙翁说道 何人深更半夜躲在草丛里 还不速速现身 有道是吃人的嘴短 拿人的手软 李震山从草丛中钻出来之后 说明了来意 右边的仙翁笑了笑说道 看来财神真的要和我们打赌了 说吧 想实现什么愿望 我希望我娘的眼睛能看得见 灰芬脸上的胎记能消失 我可以渐渐康康地侍奉我娘 李震山赶紧说道 左边的仙翁说道 年轻人 做人不要贪心 我们只能满足你一个愿望 赶紧选吧 我们马上就要走了 李震山脱口而出 我希望我娘的眼睛能看见 因为我娘和我爹夫妻恩爱 他们四十岁才有了我 本以为可以过上幸福的日子 可是我爹病逝 我娘终日以泪洗面 哭瞎了眼睛 如今我已经长大了 他跟着我吃苦受穷 没过上一天好日子 右边的仙翁用手指了指石桌上空的糕点盒子 盒子突然变成了一个直径约一尺 深约半尺的盆子 仙翁说道 看来你真是个孝子 你拿这个盆子去和李咬一盆水 给你娘擦拭眼睛 他就能看得见了 李震山拿起盆子想谢恩时 突然石桌消失 仙翁也不见了踪迹 李震山冲着空中拜了拜 赶紧回家 由于不想打扰母亲休息 他又睡不着 只能坐等天明 李震山想着在最后的时光 如何陪伴母亲 还有如何和惠芬告别 因为在他看来 只有他们两个是最牵挂和不舍的人了 吉刚叫了头一遍 李震山一咕噜爬了起来 捏手捏脚地打扫着屋子 然后去了厨房给母亲做早饭 天微亮之后 李震山便拿着盆子 离开家去了河边 震山哥 昨晚怎么样 遇到神仙了吗 你有救了吗 我一个晚上都没睡好 觉得时辰差不多了 就偷偷地跑出来了 李震山刚走出院子 灰芬就急匆匆地迎面走了过来 李震山愣了一下 连忙说道 惠芬 我遇到神仙了 神仙说你做的糕点很好吃 我没事了 对了 神仙送给我一个盆 说用它去和李摇水 帮我娘擦拭眼镜 他就可以看见了 真的吗 那真是太好了 惠芬激动地跳了起来 这是李震山第一次见到惠芬这么高兴 他暗想道 来世我一定好好报答他 来到河边 李震山咬了一盆水 可是刚走了几步 盆里的水却没有了 反复多次都是如此 李震山急得满头大汗 如今他的时间不多了 母亲的眼睛又治不好 李震山忍不住嚎啕大哭 拿着盆子光光砸自己的额头 额头都流出了鲜血 当他决定将盆子扔掉时 震山哥 盆子里有水了 都泼到你身上了 看来笑感动天啊 心疼不已的惠芬一边提醒李震山 一边拿出手帕替李震山擦身上的水 还有受伤的额头 李震山激动万分 去河边重新咬了水 高高兴兴地回到家里 可是刚到门口 刘记祖喊道 妹妹 你怎么一大早又跑到这个穷小子家里了 赶紧跟我回去 不然以后不让你来他家了 辉芬赶紧躲在李震山的后面说道 大哥 我知道你最疼我了 你就让我留下吧 以后我都听你的好吗 刘记祖一把推开李震山 拉着惠芬就要走 可是他这一推 李震山好不容易咬回来的水全部洒掉了 李震山惦记着母亲眼睛的事情 没有说什么 赶紧往河边走去 可是他惊奇地发现 盆里的水又满了 而此时惠芬终于求得大哥刘记祖 同意他留了下来 跟着李震山去了他的家里 到家之后 天已经完全亮了 崔氏已经起床了 李震山将装满水的盆子放在桌上 还没等他去厨房拿脸怕食 辉芬已经掏出了手帕 沾了水开始帮崔氏擦拭眼睛 李震山屏住呼吸看着母亲崔氏 忽然崔氏大叫了一声 辉芬意识到崔氏可能真的看见东西了 而且他发现崔氏眼神里出现了惊喜 还有惊吓 辉芬知道是自己吓着了崔氏 便转身离去 崔氏连忙喊道 辉芬,是你吗? 对不起,是我失态了 珊儿一直和我说 你是天底下最漂亮的姑娘 你别走好吗? 李震山欣喜若狂 看着惠芬要走 赶紧冲过去拉着惠芬 不让她走 惠芬遮住了半边脸 窃窃地来到崔氏身边 崔氏说道 惠芬,大娘活了这把年纪了 怎么会像其他人那样 只看一个人的容貌呢 你放心吧 我以后不会这样了 你要不嫌弃 留下来吃顿早饭吧 惠芬留下之后 和激动的崔氏聊了起来 李震山拿起盆子 去厨房拿她庄主的番数 因为她家里实在没有 比那个盆子更好的完了 这还是惠芬第一次在她家吃饭 李震山剥了一个给母亲 又剥了一个给惠芬 自己也剥了一个吃掉 可是她的泪水流了出来 因为她是时候和他们告别了 想到这里 李震山扑通跪倒在崔氏的跟前 寒温说道 娘,孩儿不孝 以后不能在你身旁伺候您了 惠芬,对不起 我以后也不能陪你了 呜呜呜,李震山说完 江头埋在她的腿上放声大哭 崔氏赶紧双手捧着李震山的头说道 山儿,你可别吓娘了 发生什么事情了 你要和我们说这样的话 一旁的惠芬也站了起来 寒温问李震山到底是怎么回事 李震山将去山上遇到神仙的事情说了一遍 崔氏顿足垂胸 嚎啪大哭 哭罢多时 崔氏说道 山儿,我的傻儿子啊 娘这把年纪了 还能活多久 你怎么不让你自己好好的活着呢 你不在了 让为娘可怎么活啊 呜呜呜,辉芬也想责备李震山 但是她知道她是个善良孝顺的人 只能默默掉泪 低头啜泣 突然催事说道 山儿,快去山上 看能不能找到神仙 我不要眼睛能看见 只要你没事 娘,你好不容易能看得见了啊 再说神仙岂是我想见就能见的吗 你别赶我走 让我留下来陪陪你好吗 李震山哀求道 崔氏突然推开李震山 站了起来说道 山儿,你要是不听我的 我就,我就撞死在你面前 你说你到底去不去 就算你拦着我 等你不在了 我也随你一起去 娘啊,母子二人抱头痛哭 突然乞丐来到了屋里 笑呵呵地说道 真是感人的场面啊 你们别哭 震山不会死的 她既然能见到一个管生 一个管死的南北两位星君 自然没事了 只不过她的第三个愿望 让辉芬脸上的胎记消失 就不是南北两位星君所能管的了 老人家,真的吗 辉芬首先激动地跳了起来 乞丐笑了笑说 你看看,震山手臂上的三条印记 是不是已经消失了 她现在是不是活得好好的 山儿还不给老人家磕头谢恩 崔氏反应过来后 赶紧让儿子谢恩 李震山转身来到乞丐面前 磕头谢恩 震山,你先别谢我 我说的你会大富大贵还没兑现呢 做人别太贪心 我有事先走了 有缘自会相聚 乞丐说完 突然没了踪影 屋里的三个人愣在那里 忽然李震山喊道 娘,慧芬 你们看,我本来煮了六个番树 吃了三个 盆里只剩下三个的 先在盆里装满了番树 难道它是聚宝盆 崔氏和慧芬不约而同 将目光转向那个神奇的盆子 崔氏说道 感谢老天爷啊 以后我们每天都可以吃到番树 不用饿着肚子了 娘,你这说是什么话 有了聚宝盆 还吃什么番树啊 我们可以吃白米饭啊 不,我们放钱进去 有了钱,想买什么就买什么 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了 李震山激动地将番树倒在桌子上 然后从身上掏出几个铜板 丢了进去 嘴里还说道 只可惜,我们家里穷 没有银子 不然一盆银子应该有几百两了 山儿,做人要知足 不能贪心 能吃饱穿暖就不错了 崔氏赶紧叮嘱道 可是李震山的铜板刚放进盆子里 忽然盆子里出现了黑色的烟雾 发出了刺鼻的味道 铜板不见了 哎,这是什么聚宝盆 连我自己的两个铜板都没了 李震山懊恼不已 辉芬说道 震山哥 也许这个聚宝盆只能放东西 不能放金银珠宝呢 你们等着 我去隔壁邻居家借点大米来试试 李震山火急火燎地跑了出去 不多时借来一把大米 放进了盆里 不多时满满一盆大米 出现在他们的面前 太好了 中午可以吃大米饭了 崔氏激动地说道 而李震山说道 娘,你这说的是啥话 我去拿个布袋来 把米倒出来 拿去换钱不好吗 李震山说完 飞快地冲进屋里 拿出一个布袋 将盆里的大米倒进布袋 然后又抓了一把大米放进盆里 果然不多时 又是满满一盆大米 穷困潦倒很多年的李震山 激动地反复操作 也不去刘家做事了 而是悄悄地喊来镇上另外一家 不是刘家的米铺的掌柜 将自己的大米低价卖给了他 让掌柜替他保密 这期间 辉芬和崔氏找他说话都不理 不仅如此 李震山还叮嘱母亲和辉芬 千万要保密 辉芬只好撅着嘴 幸幸离开 独自回到了家中 很快李震山就攒了几十两银子 不过他没再去看望过辉芬了 因为在李震山看来 时间就是金钱 直到他听说刘继组降低了要求 给辉芬张洛婚事的时候 刘家是镇上最有钱的人 上门提亲的人自然是络绎不绝 甚至有人愿意改名换姓做上门女婿 李震山慌了 因为他之所以这么拼命 一方面是他穷苦的日子过怕了 想多赚些钱 另外一方面 他是真的喜欢辉芬这个善良的姑娘 他想多挣些钱 才能配得上惠芬 才能让他过上好日子 刘继组见李震山有了钱 他也知道妹妹惠芬和李震山在一起 真的很开心 于是答应了李震山和惠芬的婚事 不过他担心李震山的钱财来历不明 会害了惠芬 所以刘继组暗中派人调查此事 很快他发现聚宝盆的秘密 于是将李震山的聚宝盆偷了回去 李震山仿佛丢了命根子 好在惠芬将聚宝盆给他送了回来 因为刘继组拿到聚宝盆之后 发现聚宝盆任人 毫无作用 气得将聚宝盆给扔了 惠芬发现后捡到 拿给了李震山 可是当惠芬见到李震山的时候 发现他捧头垢面 满脸胡须 形容憔悴 惠芬心疼不已 劝李震山不要这样 要注意身体 可是李震山根本不听 惠芬只好找崔氏诉苦 可是崔氏说 惠芬 它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 我怎么能不心疼 可是善儿说抓紧赚钱 好曲你过门 等你过了门 我们再一起好好劝劝他吧 婚礼如期进行 可是就在婚礼当晚 李震山还是跑去房间用聚宝盆 怎么劝都不听 李震山口口声声说不是为了自己 是为了他和母亲催事 李震山整天待在屋里 就连吃饭和睡觉都不离开 他不仅放大米 还放药材 油盐酱醋茶 什么值钱 他放什么 只是聚宝盆变满的速度 越来越缓慢 不过三年过去 李震山还是成了 镇上最有钱的人 因为刘继组偷了 李震山聚宝盆的事情 他对刘继组怀恨在心 处处针对刘继组 因为在他看来 只有打垮了刘继组 他才可以成为镇上当之无愧的首富 李震山买了宅子 请了丫鬟伺候母亲和妻子 他觉得这样就是对他们好 让他们过上幸福的日子 同时也请了很多家丁护院 生怕自己的聚宝盆再出什么差池 刘继组在李震山的针对下 最后破产 整天在屋里大骂李震山没良心 而惠芬见李震山 根本不理会他的感受 再加上他心疼大哥 茶饭不思 郁郁寡欢 过床不起 李震山觉得 有钱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悬赏可以给惠芬治病的人 他的时间则用来低价出售 从聚宝盆而来的货品 让很多店铺关门倒闭 他出钱收购 崔氏和惠芬苦苦相劝 李震山最终才决定 只要拥有了镇上的一条街的店铺 和良田迁庆 就收手停下来 然而 时隔三年乞丐再次上门 让他砸掉聚宝盆 李震山犹豫不决 乞丐说道 震山 你可知你现在完全被金钱蒙蔽了双眼 看不到你娘和你的妻子 你以为让他们吃得好 穿得好 有丫鬟陪伴和照顾就行了吗 殊不知他们需要你的陪伴 就算你拥有了一条街和良田迁庆 你还会想要更多 贪婪的无底洞无法填平啊 赶紧将聚宝盆砸了吧 正当李震山还在犹豫的时候 灰芬在丫鬟的搀扶下来到屋里 他跪倒在乞丐面前说道 老人家 如果他不愿意砸掉聚宝盆 我觉得你是神仙 你就收回聚宝盆吧 乞丐扶起惠芬说道 不是我不想收 如果不是他心甘情愿地砸掉 即便是我收回去也无济于事 因为他会把所有的时间花在赚钱上面 而且没了聚宝盆 他的生意受损 只怕他没有勇气活下去 辉芬含泪说道 老人家 求你救救我的相公 相公 如果我的死能让他醒悟 让他懂得爱惜自己的身体 就让我去 娘 儿媳不孝 我要先走一步了 突然辉芬要做傻事 崔氏一把拉住他对立震山怒斥道 逆子 你还舍不得砸掉聚宝盆吗 难道要为娘跪下来求你 哐当一声 李震山举起了聚宝盆 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被摔得粉碎 辉芬和崔氏顿时松了一口气 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李震山如是重负 内心的各种煎熬都消散而去 他冲了过去 抱着母亲还有娘子 三个人抱头痛哭 儿乞丐用手指了指聚宝盆 聚宝盆重新汇聚 里面有水 乞丐端起聚宝盆 递给惠芬说道 家有贤妻 胜过良田万寝 你把盆里的水喝了 你的病就会好了 这个盆以后就是普通的盆了 你们留着做个纪念和警示吧 惠芬好奇 接过盆喝下了盆中的水 惠芬觉得神清气爽 而一旁的李震山和崔氏 还有旁边的丫鬟仆人都惊呼 惠芬脸上的胎记消失了 惠芬喜极而泣 想感谢乞丐 结果不见他的踪迹 惠芬温柔地问李震山 相公 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 李震山想了想说道 我们去看大哥 跟他说声对不起 他的家产 我都还给他 我低价收购的店铺和田产 我都补偿原来的主顾 请他们回来做生意 有钱大家一起赚 还有 我们也该生儿育女了 后来 李震山和惠芬夫妻恩爱 孝敬崔氏 生儿育女 诚实守信 而刘继族也变得和善 他们行善积德 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喜欢的话 请给我点个赞 别忘了订阅和分享 谢谢你的支持 官司吒 别忘了 别忘了 لم 麻烦 gesch 劢